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现代服务业 更加注重保护环境 节约利用资源 特别是土地资源 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建设和谐社会 第二 不断深化改革 在体制创新中 更好地发挥试验田作用 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锐意进取 在改革的重点难点上率先突破 为全国的改革探索路子 积累经验 第三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在发展开放型经济中 更好地发挥窗口作用 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优化外资结构 鼓励和引导企业走出去 他要求深圳认真贯彻中央 关于香港工作的方针政策 密切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经济 科技 文化等方面合作 中国政府赴印度洋地震和海啸灾区 受灾国慰问考察团 今天在印尼班达亚齐市 探望了中国国际救援队 慰问考察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 伍大伟向队员们转达了 胡锦涛主席 温家宝总理 和祖国人民的亲切问候 伍大伟说 中国国际救援队 是印度洋地震和海啸发生后 最早到达亚齐灾区的 国际救援队之一 在艰苦的条件下已经工作了九天 救治了近六千名受灾群众 大家的出色表现 受到印尼人民的称颂 祖国人民为你们感到骄傲 你们就是这场救灾行动中 最可爱的人 他希望救援队再接再厉 救治更多的患者 挽救更多的生命 协助印度洋地震政府 也协助当地的政府和人民 把救灾工作做得更好 高技术产业化项目 也是黑龙江重点扶持的工业项目 虽然眼下还没有投产 但产品的订单已经签到了明年 现在我们生产的普通产品 那么它的市场售价 大约在1.9到2.2万元每吨 而我们生产的这种汽车 散热器用复合材料 它的市场售价 大约在3.6到3.9万元每吨 也就是说一个高技术项目的上网 可以使我们的产品附加值 提高一倍以上 2004年 黑龙江共投入350亿元资金 重点扶持123项 科技含量高 拉动力强的项目 全省装备制造医药等支柱产业 新增销售收入232亿元 在重点推进科技含量高 市场前景看好的项目的同时 黑龙江将全省30家钢铁企业 调检至14家 淘汰小煤井3400多个 去年 安徽对国家要求限制或控制的项目 依法进行了关停并转 全省先后取缔地条钢企业117家 关闭小水泥企业231家 与此同时 安徽重点扶持优势企业 进行兼并联合 在不上新项目的情况下 通过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来实现快速增长 2004年 全省共组织优势企业 兼并联合重组劣势企业 270多家 激活存量资产230多亿元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 通过市场化运作 先后兼并了安凯克车等7家企业 及身销售收入超百亿元企业行列 湖南境内的潭垒 横藻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 实行了交通分流和单向道路封闭 部分高速公路也一度关闭 在江西 有25个县市能见度低于100米 其中九江地区能见度不足30米 干月 黎温等 接运公司内部是否要惩处 200家出版社和数千位作者的授权 这个工作就是从起步开始来做的话 应该讲是相对比较困难的 因为这个作者的数量很大 那么这个出版社的这个 这个谈判的这个周期也都很长 网站要传播 作者要维权 该如何保护作者权益 又节约版权洽谈成本 已经成为网络环境下 版权授权急需解决的问题 业内人士指出 发展集体管理组织 是使作者和网站 形成双赢的有效办法 应该未来比较有效的办法 是一个统一的集体管理组织 这个集体管理组织 可能是国家的某一机构 也可能是国内的 或有这样的这个授权的 这样几家它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并不用说 每家都去找这个作者去谈一次 只要大家统一去找 这个集体管理组织 目前我国只有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这样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作家影像等集体管理组织 还没有建立起来 欧院日前通过 并将于今年3月1号起 正式实施的 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草案 将规范集体管理组织的 建立和运作机制 那么集体管理条例的出台 对于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 来使用作品 就是作者行使权利 也保证合法的使用者 能够及时的获得作品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 今天上午 中国海关目前为止 规模最大的一次 集中销毁走私三无船只活动 在深圳蛇口进行 上午10点 567艘曾经为走私分子 谋取暴力的走私船只 开始进行集中销毁 这次被集中销毁的走私船 都是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三无船只 也就是说 既没有传名号 也没有传播证书和传击港 这576艘走私船 被彻底销毁 还需要20多天的时间 近年来 在全国打击走私的高压态势下 走私分子为了减少成本 降低风险 转而利用隐蔽性很强的三无船只 进行小额成品油 盗版光盘和切割汽车的走私 据统计 2003年以来 全国海关查获走私三无船上千艘 仅深圳海关就查获 这类案件246宗 案之达到9320多万元 卫生部今天通报了 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 最新进展 全国31个省自治区吃虾市 全部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 卫生部的统计资料显示 截至2004年10月31号 我国已经在342个县市 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 大约覆盖了1亿0691万09百农业人口 实际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人数 为8040万01百人 参合率为75.2% 全国已经筹集资金32亿8300万元 由5231万7200人次 得到了合作医疗报销补偿 报销金额达到19亿8800万元 占筹资总额的60.54% 按住院门诊分项统计 全国一共有200万8400人次 得到了住院补偿 补偿金额14亿7000万元 一共有5030万8800人次 得到了门诊补偿 补偿金额5亿1800万元 全国各新型合作医疗试点线 在组织管理 筹资机制等方面 初步探索出了一些 行之有效的做法 使农民的就医状况有所改善 医药费用负担有所减轻 因病治贫反贫的状况 得到了显著缓解 请开一组其他国内消息 来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消息 我国决定将中医申报为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筹备工作已于近日展开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授予优秀民间传统和民间知识的称号 我国的昆区和 制检部门还将及时公布 不合格产品和企业名单 由我国动漫业原创的 卡通形象宇航署 近日被确定为 即将在中国举办的 第16届国际青少年 宇航员大会上的吉祥物 2006年 美国和澳大利亚科学家 发射猎鹰号飞船时 会将15只老鼠送上火星 进行科学实验 这15只老鼠的形象 被我国动漫业 抢先设计完成 并取得了著作权和系列商标 动画片宇航署 日前已被国家广电总局 批准生产 昨晚 由中国红十字会 中华慈善总会 外交部 文化部 民政部 国家广电总局 北京市人民政府 中国文联 中央电视台 联合主办的 印度洋海啸镇三一眼 中国文艺界爱心大行动晚会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 有爱就有希望 世界需要热心肠 让世界充满爱等歌曲 抒发了中国人民 对印度洋海啸 受灾国人民的真挚情感 印尼华侨文章演唱的 顾湘的云 以及内地演员演唱的 印尼歌曲 星星所等 表达了人们情绪 地震海啸灾民的那一颗 炽热的关爱之心 正在一眼的场内场外 艺术家们还纷纷踊跃捐款 这就是一种义不容辞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 尽我们自己的能力 这里举行这样一个 爱心大行动的 这么一个机会和演出 就表现了我们的一种真诚 应该伸出热情的双手 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撰的大型画册 执政卫名执政新国 1949至2004 已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近日将在全国各地 新华书店发行 这本大型画册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形象生动地反映了 我们党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本质和实践 陕西周公庙考古队 日前在距离周公庙遗址 以西20公里的凤祥县 又发现一处 面积达到140万平方米的 大型西州时期城址 这一发现 对于研究整个周王朝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这里就是发现大遗址的 陕西凤祥县水沟村 我身后的这堵遗址墙 高达6.5米 是迄今为止发现 西州时期最高的城墙 根据当地文物部门提供的线索 考古工作者一共发现了 总长4200米的夯土城墙 整个城墙沿山梁走势而建 墙内城址总面积达140万平方米 相当于190个足球场的大小 城墙夯土密实 夯层清晰 并加有多块鹅卵石 十分艰固 在实地考察中考古学家 还找到了多块 仙州和西州时期的 残损条形砖 空心砖 以及直径达30厘米的 西州大型陶制水管 为城墙年代和城址价值判断 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从周园遗址向西50公里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 周园 周公庙 劝毒 水沟 四处规模相对较大的西州遗址 就其分布来看 差不多每十公里一个点 就是将来我们希望能够有一天啊 能够把这些点能够给它连起来 不管从空间上和从时间上 看一看大的这个周园范围里面 周人在这个地方的聚落分布 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 到那个时候我们对于